王总 王总我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试音 哎呀 总裁刚刚发了通知 要全程寻找夫人 恐怕最近都没有时间听录音了 我现在要去迎接总裁 你还是回去等我通知吧 王总王总 可以先录音的 总裁什么时候有空 什么时候听 我真的准备了很久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行吧行吧 但是只能给你两分钟时间啊 走 开始吧 嗯 请带我去明天 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天 我要化成你的愿 愿不忘啊 愿又忘啊 只剩是每一天 王总 这是如愿的曲谱 你精心准备的试音曲 就是这种水平 简直垃圾 尤其是歌词部分 毫无利益 像狐小孩 我看你 这辈子都不会出道了 还是回娱乐城门上去吧 王总 王总 这首歌表达的是 对父辈的尊敬和怀念 它不是垃圾 滚开吧 不要耽误迎接总裁 我答应过志愿 会走到与他相配的身份 可现在 难道我真的有这么差吗 你 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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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无名的窗 能看见无边的海洋 你的背影画出的模样 你们是什么人 还记得五年前被你偷走的三胞胎吗 今天我们来讨债了 你们是五年前的三个孩子 夫妻主任明明是最神圣的职业 可你却毫无道德底线 不仅把我们从妈咪身边偷走 还一袭到孤儿院 害我们成为没妈的野孩子 说 我们的妈咪在哪里 我说 我说 我都说 都说 当年 我刚升到主任 就一个神秘的女人 找我去给她女儿接生 再坚持一下 孩子马上伤出来了 深呼吸 深呼吸 恭喜太太 你女儿生了三胞胎 幸福 哪来的事 母子俊 谁要他们平安 我们好歹是海城名门望族 却出了这种跟男人乱搞 未婚先韵的女人 你尽快把这三个孽主锅处理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了她 那令千金 怎么能有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 晖气 你们不是我偷走的 是你们外婆 让不下你们 饶了我吧 说 我们妈咪是谁 当时天气太暗 我也不知道她的身份 但我知道 她就在海城 她手臂上有一颗星星开机 那么多年过去了 妈咪为什么不来找我们 难道出什么事了 来人 立刻发动天圣娱乐所有人脉 全力寻找我的妈咪 在地下按一科技网络时间 发布全人启示 不惜一切大家找到妈咪 从这全球粉丝寄我寻找妈咪 你要是敢骗我们 不敢不敢 我不敢 妈咪 我们来了 玩具枪 我居然被一个玩具枪给吓到 总裁 还没有妈咪的消息 总裁 夫人毕竟失踪了五年了 不过您放心 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寻找夫人 废物 全球加派人手 一定要尽快找到我的妈咪 是 总裁 这是谁唱的 放这种垃圾污染总裁的耳朵 还不跟你关掉 对不起 总裁 不小心 按错了 我问这是谁唱的 人呢 总裁 他是一个刚来适应的新人 我已经让他滚了 总裁您别生气 我这酒全好有风沙的 新人怎么了 我最讨厌以老卖老的 我给你一天时间 把他找出来 是 总裁 好熟悉的感觉 会是妈咪吗 恭喜赵先生 获得金曲三连冠 也是华语越南最年轻的三连冠王 我能获得三连冠 离不开我公司和家人的支持 另外 我将在本周末举办新歌发布会 并宣布一件喜事 传闻说你有一位神秘女友 是打算在发布会上 向她求婚吗 具体的暂不方便透露 欢迎大家到时前来 难道 她真的要向我求婚 怪不得之前 让我写那么多情歌 粉丝说老哥听腻了 想换种口来 你替我写新专辑的时候 多写几首适合男女对唱的情歌好不好 好 志愿 恭喜你获得三连冠 我订好了今天晚上庆功的包间 她怕是没空陪你了 因为我也订了四海华亭的顶楼 为赵天王庆功 莫清清 姐姐 好久不见啊 对了 妈根本就不认你这个亲生女儿 只有我才是莫家的千金 你要怪 就只能怪当初医院抱错了孩子 害得你这个真千金 在乡下长大 变成了个乡巴佬 我再上不了台面 足扑上也有我的名字 瑶瑶 别小心眼 莫小姐替我引荐了天圣娱乐的刘总监 拿下了S级资源 这次能夺冠 也多亏了她帮我拉票 都是兴慕的 你怎么不好好学学莫小姐 人家一出手呀 就是四海华亭的顶楼包厢 最低消费百万起 你呢 能帮到我儿子什么 我买了蛋糕庆祝 就算要庆祝也轮不到你 这么多年 要不是你一直托哥后头 我哥早就废黄腾打了 赵天王 伯母 清宫宴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提前准备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对了姐姐 五年前你把吸收水 当成饮料喝了 今天晚上的清宫宴 不会又闹笑话吧 今天晚上的清宫宴 你就不用去了 为什么 志愿新发的专辑 那些歌都是我写的 什么你写的 这些歌明明是我儿子 偶心里去 一个字一个字创作的 就凭你 你一个乡下来的 没眼睛 没见识 没背景 谁会欣赏你 你也觉得 我不配跟你一起去清宫宴 瑶瑶 听话 今晚有媒体在 我是天王巨星 你只是一个酒吧卖唱的 现在还不到公开的时候 你就先暂时委屈一下 我哥能唱几首 你参与创作的歌 已经是你的荣幸了 别给脸的亮 哥 快看 是限量款的 朗斯莱斯 全国只有三辆 在海上 我还是第一次见 据说 价值上千万 你好 请问是穆小姐吗 我是历史集团的 总裁助理 我们总裁想要见你 历史集团 那不是国际金融财阀巨头吗 听说斗斗角 就能引起金融风暴 这么一个身价千亿的总裁 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啊 你不是背着我们 得罪什么人了吧 瑶瑶 我为了我们的未来打拼 已经很辛苦了 你还这样拖好腿 他惹的麻烦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们可能是误会 我是代表历总 来向陆小姐 求婚的 我 穆小姐 五年前您救了历总 历总很感激您 所以他打算 以身相许 这五套国内顶尖的豪宅 还有这上亿的现金 十辆限量版豪车 还有这百亿合同 都作为聘了 你竟然给我戴历帽子 我没有 我压根就不认识什么历总 您您忘了吗 五年前您跟我们历总 在东郊新区过了一夜 你认错人了 我的男朋友只有赵志远 你是在胡说的吗 我就报警了 怪不得他轻骂都不认 过年前就跟男人乱搞 儿子 赶紧跟他分手 谁要是娶他 棺材盖都压不住了 志远 我没有 我发誓 如果我给你戴了绿帽子 就天打我 志远 志远 你听我解释 你还说你没有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妈 我们去兴公宴 别跟着我 志远 志远 你听我说 志远 志远 志远你听我说 志远你别 你别走志远 志远 志远 穆小姐 穆小姐 走开 穆小姐 李总找了您五年 他 我再说一次 我不认识什么李总 你要是想替你们总裁 找情人就去找别人 喂 王总 什么 天圣娱乐总裁要见我 有空的有空的 好 我现在就过来 志远 等我 只要拿到天圣的出道资源 你就会发现 您才是这么人 穆小姐 穆 喂 李总 我见到穆小姐了 但是她 她好像失忆了 五年了 我终于用她消息来 可是李总 可是她 她好像完全不记得你了 而且她 有男朋友了 立刻联系 全球顶尖的医疗专家 查清楚她失忆的原因 是 另外 我要她男朋友的全部资料 再准备专机 我要马上回国 老花 你说找到了妈咪的线索 对 她的曲风和姐姐非常相似 姐姐三岁弹琴 四岁作曲 五岁拿遍大奖 医生说 现在在哪 是不是和爹地在一份 我 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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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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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Tell me the truth This is the end I feel like lose my side 总裁 穆小姐来了 你是总裁 穆阿姨 你别紧张 你的歌我都听过了 非常喜欢 这里有一首我姐姐创作的曲子 你能现场演唱吗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 用充满上映的口吻 跳过水坑 绕过小唇 等相遇的缘分 我的心里中刺住了一个人 尝尽模样小小的我们 那年你搬小小的搬当 微喜如蜜 我也一路各 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 你是不能缺少的步伐 你在树下小小的打断 稍稍稍的我 稍稍的 好好听 那你唱歌是谁教你的 那你唱歌是谁教你的 这个 我也不记得了 五年前我出了一场车祸 又生了很多记忆 什么 你失忆过 这不是妈咪的台阶吗 难道她真的是妈咪 黄黄终于要找到妈咪了吗 黄黄再也不是野孩子了 穆阿姨 你的实力我很清楚了 我决定送你S级出道 你先回去吧 好 来人 你马上把这两份药本拿去 做一个亲子鉴定 一定要快 我竟然要S级出道了 简直像做梦一样 我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志愿 喂志愿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和天神亲 庆功业势太多了 我今晚不回去了 你别忘了筹备新歌 可我还没告诉你 我也要S级出道 算了 等到新歌发布会那天 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再说 这样 也算是喜伤加喜了 让我们一起庆祝 哥哥新歌发布 来干杯 你不会真打算 在发布会上给他个惊喜吧 当然不会 木瑶就是个提款机 是免费的保姆 是我向上爬的踏脚石 如今我功成名就 太景没有用处 我要在发布会上 当众修了他 让他成为全海城的笑柄 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 我才是沐家独一无二的千金 你说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呢 能帮情妾小姐做事 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木瑶呀木瑶 瞧瞧你这天王男朋友 我哥哥手指 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伯母 恭喜您 天上娱乐 已经准备和志愿S级签约 以后的资源不用愁了呀 谁不知道这些资源 都是你给的 你就是我儿子的贵人 嗯 起来 这么好的位置 只有您配坐 还愣着干嘛 穿得这么寒酸 真给我哥丢人 还不滚远点 今天是我和志愿的好日子 不能让志愿难做 总裁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给了赵志愿S级合约 天生娱乐所有高管 立刻赶赴发布会现场 恭迎夫人出道 都低调点 别吓着我妈咪 是 看在你赔了妈咪五元的份上 就便宜你 都给我打几十二分的精神 嗯 总裁好不容易找到夫人 他要送夫人S级出道 作为天生人 我们有必要送上自己的祝福 啊 总裁可说了 要 叮 叮 OK 包斯莱斯大头 奔驰奥迪走 目标 赵天王发布会现场 出发 好 请 熊鹰呼叫熊鹰姐姐和熊鹰弟弟 熊鹰姐姐收到 熊鹰弟弟收到 爹地已经上台了 你们什么时候到 我们带着亲子鉴定马上到 爹地长得帅不帅 也就一般般了 不知道怎么生出我这活泼帅气的儿子的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新歌发布会 天生娱乐的总裁亲定 将与我达成S级战略签约合作 你 十四天文 这些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这不愧是 赵天王啊 在我新歌发布之前 我要先向粉丝和媒体朋友们宣布一件事 一直以来 我能够专注演艺事业 离不开不离不弃 支持我的女朋友 我曾许诺 等我登上舞台 便要向她求婚 今天 就是我兑现承诺的时候 志愿 真的要向我求婚了 我要求婚的人 他就是 不就是个求婚吗 瞧妈咪这激动的样子 算了 既然妈咪喜欢 我以后也会好好孝顺你的 赵天王可是顶油 这敢冒着得罪粉丝的风险求婚 一定是真爱了 真不知道是哪个幸运的女人 能得到天王那 沐晴庆 沐氏集团的亲亲 你该不会 因为我儿子说的是你 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现在 有请她登上舞台 好 daddy是不是说错了 沐晴庆 你是我生命里最耀眼的光 遇到了你 我才知道这世间的美好 你愿意嫁给我吗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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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至于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贱旨 不是为我准备的吗 这女人谁呀 疯了吧 没错 我要娶的人 一直都是琴倾 你要娶她 那我算什么 你当然什么都不算 穆小姐天人之姿 风姿绰约 而你 粗笔无能 配个农村杀猪种菜的村夫 都是你高攀 原来没结果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 是有那种特别干压的喉咙 藏着淡淡的爱情 这旋律一定会火的 瑶瑶 我保证 等我独冠之后 我一定会风光娶你 我不配 赵志云你别忘了 在你穷的连一张专辑都出不起的时候 是我 是我在酒吧助唱给你赚钱 要是没有我 你早都饿死了 那还会有今天的成就 还一炮而红 你还好意思说 在那种地方助唱 不知道给我儿子戴了多少绿帽子 你别在这装申请 你去那种地方助唱 每次都有打赏 你早就被人睡烂了吧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 你居然怀疑我 当年在车祸现场 要不是以为你是豪门千金 我压根就不会救 我能走到今天 多亏了晴晴小姐的帮扶 原来你救我 不是因为你爱 所以连救命之恩也是假的 不好 事情有变 爹地 哦不 渣男背叛了妈咪 可恶可恶太可恶 你们什么时候的 弟弟你别冲动 我们马上就到了 到时候我们一家四口团聚 再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快快点 是 爱你 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我爱的 只有像晴晴小姐这样能帮我的人 没错 我帮召天王牵线搭桥 介绍人脉资源 祝他碾牙新人勇夺三冠 姐姐 你要是能祝福我跟志愿 我会很开心的 我们这 别打我儿子求婚 还不走 行 想要钱是吧 一百万够不够 不够是吧 两百万 三百万 五百万 现在够了吗 坏蛋居然敢这么对我妈咪 气死我了 我忍不了了 我只想打爆渣男的狗头 婚婚别撑动 我们道路下了 有人敢欺负妈咪 简直是找死 立即召集人手 对妈咪不要 是 原来 你这五年无怨无悔的付出 只值这五百万 做人啊 还是要有自知之明 就算你在酒吧 把嗓子都畅哑了 也赚不到这五百万 姐姐 我劝你 还是见好就收吧 是 我是赚不到这么多钱 可我也没有见过 这么无耻的人 曾经我以为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所以对你百般顺从 你想做什么 我都尽全力去帮你 你现在看来 你根本就不骗我 你要再发布会回我前场 那就别怪我了 来人 把他给我撵出去 光撵出去怎么够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像狗一样的 给我拖出去 还得在场上六三圈才行 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有多恶心 放开我 妈咪 你们到哪了 妈咪有危险 我不得你们了 谁敢欺负我妈咪 儿子 他们都是什么人 刚才在喊神妈咪 你们终于来了 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吗 嗯 这么说 这就是我们 一直在寻找的妈咪 你们是从哪儿 冒出来的小屁孩 父母是谁 我这里是发布会 不是什么儿童俱乐部 别管那群小孩 快把他给我扒了 丢出去 如果住手 你们敢抱他一下试试 三个小毛孩 也敢装强做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算也罢总啊 我偏要动他 我还要打他 你能拿我怎么样 那你就死定了 五 四 三 二 一 赵天皇 儿子 哥 这些人什么来的 赵天皇也敢打 妈咪 宝贝 找到了 宝贝终于找到你了 小总裁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没有生过孩子 真的不是你们的妈咪 黄黄没弄错 你不记得是因为你失忆了 妈咪 我们好想你 好可怜的三个孩子 请对着陌生女人喊妈咪 肯定很缺爱吧 别别别别 你们知不知道我哥是谁 竟然敢打他 不就是照着拿了天生S级合约 要无言为的小人吗 我不仅拿下了天生的S级合约 我还是未来的世界顶流 敢在我他发布会闹事 你们死定了 S级合约 世界顶流 请你演配 只有像妈咪一样才玩合约温柔善良的人 才被得到这一切 就他 他一个在酒吧卖畅的素人 天生能看上他 不就是S级合约吗 我妈咪也有 天生的S级合约 全球不超过十份 每一份的持有者 都是世界顶流的天王天航 你吹牛也不看看场合 因为拿一个假合同 就能身际变凤凰了 这是天生娱乐的公章 没人敢造假 一模一样 原本 我是打算在你跟我求完婚之后再告诉你的 现在看来 你干什么 合同都能造假 更何况一个假公章呢 要是真的 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 没错 我是靠穆小姐引荐才得到天圣的S级合约 你一个乡巴佬 从未接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 凭什么 竟敢伪造天圣的合同 你见明一条 可别连来我们赵姐 过分 太过分了 二哥 这些人万恩负义 凶无天目 不配色天兽人 你马上取消他们的合约 我这就给天圣艺人总监打电话 我的合约是天圣总裁亲定的 你说取消就取消 你以为你是谁呀 天圣总裁吗 你还真说对了 他就是天圣的总裁 你的S级合约 原本是我看在妈咪的面子上给你的 你既然背叛妈咪 那你就别怪我翻脸了 你放肆 天圣纵横娱乐圈 这两年更是以黑马之姿 捧出来了多少天王天后 穆扬 你是给了他们多少钱 你居然敢冒充天圣的总裁 你们的父母呢 没教你们点规矩吗 这种野孩子 说不定把妈早死了 他们还只是孩子 你们不觉得这样说话太过分了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不就是仗着天圣总裁鲜少露面 就想让这个孩子假冒他 挽回你那点可怜与自卑的原面吗 我告诉你 天圣权威不容挑衅 你这是在找死 我没有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听到了吧 今天是天圣总裁认亲的大喜日子 天圣所有高管都会亲临现场 为总裁祝贺 马总监的电话更是早早关机 你说你给马总监打电话 什么的 用意念吗 那你就等着看好了 十分钟后他不来 天圣一人总监就要换个人做了 竟敢连马总监都不放在眼里 把他们绑起来 给天圣赔罪 不然 等到马总监给总裁庆祝完认亲 只怕会回来怪罪我们 给我上 把这几个不知天高低厚的抓起来 我看你们谁敢动 马总监 您肯定是搞错了 他就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怎么会是天圣的总裁呢 笑话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连自己的总裁都不认得了 他真是天圣总裁啊 天圣的总裁 怎么会喊木瑶妈咪 赵志远一心想和天圣合作 结果却得罪了天圣总裁 这下算完蛋了 不过 他也活干 谁叫他 狗眼看人低呢 现在我有资格取消你的S级合约了吗 我们一直在寻找妈咪 生怕她在外面受委屈 可现在 她竟然在我们自己的公司里面受欺负 你敢当何罪 得罪总裁啊 不可怕 但得罪夫人 你就只有一个下场 从现在起 你与天圣集团的S级合约正式取消 天圣与你再无任何瓜葛 总裁 总裁 对不起 是我下了狗眼不识泰山 我好不容易才走到现在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们三兄弟的妈咪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欺负的 妈咪 你难道是干嘛 木瑶 木瑶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知道你的身份 我 是我混蛋 都是他 都是他指使我的 是他要让你在今天颖面扫地的 超志远 你真是个废物 一个天兽总裁 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 你闭嘴 要不是你说沐家只能有你一个先进 我能背叛牟羊吗 瑶瑶 我现在才知道你是最好的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马总监 王总 你们怎么来了 不是去诸贺总裁认亲了吗 真是皮草肉 手都给人家打疼 你 你又凭什么打我 难道是天圣总裁知道有人冒充 特意让马总监来处练 肯定是这样 马总监 这都是他们胆大包天啊 跟我没有关系 我正打算把他们绑起来 送去天圣磕头认罪呢 绝对不会影响总裁认亲 你呀 还真是放肆 我就是特意来恭喜总裁 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的 什么 来这儿恭喜 总裁好 夫人好 总裁好 夫人好 要不是总裁替我说话 你会道歉吗 恐怕你还会顶着你这副丑恶的嘴里 赵志远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你配不上天圣 瑶瑶 拿来吧 不 各位 我作为天圣集团的总裁 今天在这里宣布两件事 第一 天圣将彻底封杀赵志远 妈 哥被封杀了 他的前途完了呀 第二 我们从小跟妈咪失散 今天终于寻回 而他就是沐瑶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弥补他 妈咪 这是我们为你量身定制的S级合约 恭喜夫人 贺喜夫人 啊 请夫人接河头 天圣 以你为荣 请夫人接河头 妈咪 难道他们就是沐瑶当年和牛郎生的孽种 小总裁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你们真的很可爱 要不 我做你们的干妈吧 这个荣誉 我属实是担待不起 你不是干妈 我就说嘛 你是亲的 妈咪手臂上有个星星太近 你看你也有 妈咪 你们真的是我的孩子 对不起 黑妈咪把你弄对了 我在小时的小时真是太开心了 亲啊 这就是你当年跟那个牛郎生的孩子 爸妈一直将他们视为我们沐家的耻辱 你就应该擅自相怨 什么 牛郎 跟孽种断亲可是爸妈亲口吩咐的 就算他是天圣的总裁 也是有个牛郎的身份 丢尽了沐家的脸 当时候爸妈怪罪下来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和天圣总裁的关系 原来他们都是你的私生子 难道爹地不是这个渣男 我可生不出来你们这几个野种 怪不得你要装诗意 这诗意说出来 可比跟男人乱搞生孩子 好听多了你 你们羞辱我可以 但别羞辱我的孩子 赵志远 你扪心自问 这么多年 你拿了我多少歌去当原创 你欠我 你永远也还不清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大放厥词 你是心疯了吧 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歌 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歌 你敢摸着良心启示 这些年你的歌曲都是原创 你没有欺骗 听众欺骗所有人 我当然敢 我凭实力拿下原创金曲三连冠 你一个酒吧外唱 有什么能力为我写歌 芊芊 你从小在山里长大 恐怕连五线谱都不认识 照天王连续三年歌曲满官 你还是鼻划中取宠了 你对我儿子爱而不得就像毁了他 真是猴狠的心呢 那好 咱们咱跟我打个 赌什么 就赌 现场谁能欺不成羞 我已经是天王 跟你赌岂不是一大欺小 你不是想要S级合约吗 我给你机会 你只要能赢过妈咪 今天的事就一笔勾想 可是我 跟那别 我就不信了 一个乡野丫头还能比得过天王 别说你能赢得了赵天王 就说但凡你能欺不成取 我跟他一起跪下给你磕头道歉 哈 这可是你说的 清清 闭嘴 今天让我丢进来你 你必须给我赢他 五年前我好不容易把你踩在脚底 绝不允许你翻身 哥 跟他别 让他知道什么叫差距 赵志远 那我们谁先来 当然是赵天王先了 给你给创作时间 省得你在台上唱不出来 丢了沐家的脸 气不成取 这可是顶尖的原创大神都不敢挑战的 这个女人 一定要出丑喽 还没开始比 谁出丑还不一定呢 我相信马匹 赵天王实力抄群 能是一个素人挑战成功的 资本想给我们卫霞 也得看我们搭不搭呀 天王 天上的娃娃还差不多 一步 两步 三步 你以为铸唱几天就能够原创了吗 待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天王的实力 什么叫心服口服 四步 五步 六步 什么情况啊 不敢走了吧 第七步呢 你怎么还不走啊 不是满腹才华吗 走一步 怎么这么慢 男男脑子里都是水 紧不住原创了 我早就提醒过你 才华需要沉淀 可惜 你当时满脑子 都想着怎么讨好沐青青 根本就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赵天王出品的都是金曲 当然要精雕细琢 你以为跟你一样 都不过脑子 随便哼几句 就能成歌曲了 儿子 别被这女人影响 必须创作一首神曲 狠狠地打她的脸 她怎么还不走啊 都快十分钟了 观众都要等不及了 你还不肯下脚吗 你不会真是草包吧 难道我们被她骗了 唱不出就是认输了 无处可逃 无知可靠 你醒着微笑 她竟然 她竟然真在七步之内 冲足另手心歌 她一开口 感觉整个灵魂都在颤抖 这 这才是真正的天类之音呢 不曾为寂寞成谎 沐龙竟然还藏着这样一首 堪比金曲的神奏 说什么爱我 根本就是防着我 要是把这首歌给我 我肯定早红三年 我们都太低估她了 这作词 作曲 还有这唱功 简直是音乐的魔法呀 行着光照的 她一旦 她一旦 回忆着就成我倔强的模样 我要凭着暗夜里的光 换她与你去上的向往 她的生命是何不忘之狂 死者自家 情感充沛 这是我听过最重要的歌曲 难道 这就是赵村王奢获的天才 他明明只是个香巴佬啊 哎呀 这夫人S级啊 那是因为最高只有S级 这有些人S级 那是别人施舍她的S级 能写出这样动人心魄的歌曲 真的会跟人乱搞吗 妈咪 穆扬 我承认你这首歌唱的是不错 但就一首而已 谁知道是从哪抄来的 并不能证明你就比我强 没错 你拿提前准备好的歌 来攻击毫无准备的赵天王 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比拼 输了就是输了 难道你还想不认账 赵天王不会输不起吧 嘿 什么天王 根本就是九郎犯贷 竟然聘了我们母人 沐阳 我是三贯王 就算你现在如何 我也是你的前辈 得饶人处且饶人 百事得为心 我跟人 可以讲道理 但是我跟畜生 无话可 愿赌服输 请你们 向我和我的孩子们道歉 欧阳你不要太过分 我是沐家的前辑 你让我下棍 爸妈不会放过你的 这是你向我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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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赌约我都录下来了 你要是不可认输 那我只能全网直播 只是说不定到时候 某人会变成全网的笑顶了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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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让我们沐家的女儿下跪 谁让我沐家的女儿跪下 妈 妈 妈 别叫我妈 你是有才华 可就算再有才华 五年前 你已经把我们沐家的脸都丢光了 立刻清场 现在 我们沐家要处理一些家事 清场 总裁 我就在门口 有声您喊我 妈 这三个孩子 就是姐姐当年生的孽种 居然成了天圣的总裁 还一直刁难我 你一定要问我做主啊 天圣于乐 不过就是在娱乐圈养了一群戏子而已 别人怕你 我沐家不怕 你马上和他们断绝关系 以后就当从来没有生过他们 妈 错过他们的成长 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你就不要再逼我了 几个妇不祥的孽种而已 骨子里就是下等人 我今天让你和他们断绝关系 也是为了你和 否则 将来谁敢娶你 大不了我这辈子都不嫁 我 妈咪 闭嘴上 妈咪 妈咪 别人怎么看我们沐家 我独海不食子 五年前就是一位女人 逼妈咪抛弃我们 才害得我们母子分离 可现在 你又要顾及重施了吗 没大没小的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陈生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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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远的新歌发布会现场在哪 带我去 请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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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去送聘 这里怎么会有三个孩子 听说沐小姐五年前未婚先孕 因此和沐家决裂 判了出来 未婚先孕 难道他们是我的孩子 我现在有个孩子了 吩咐下去 聘礼加倍 我要用最高规格 迎娶木妖 是 叔叔 叔叔 妈咪你没事吧 妈咪你没事吧 没事 妈 双双太子是个孩子 你怎么能下得了如此重生 老婆 当年我们就抱错了瑶瑶 害得她从乡下长大 我们欠她的太多了 如今我们找回了外孙 这一家人团聚不好吗 几个来历不明的小野种 今天 我要是让他们进入了沐家 明天 不是要把那个牛郎女婿也接回来吗 今天这关系 断也得断 不断 也得断 沐家是权是滔天 可天圣也不是软狮子 任由你拿捏 全力攻击牧师集团的网络 我要让他未来一个月都做不上交易 我要让他未来一个月都做不上交易 野种就是野种 伤着我的面也大言不惭 我牧师好好的 就凭你们几个小野种 也能阻止交易 我看是受不了千天是野男人的事实 你知心疯了吧 病了就去精神病院养成 别在我沐家撒野 来人 联系精神病院 把这几个小野种全都给我送进去 你 说 不好了 胡总 集团网络忽然被境外不明势力攻击 所有交易全部作废 什么 是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天天丑八卦 不认妈咪 我们认 你师非不分 你不过妈咪 我们过 就凭你也敢教训我 看来你真是欠教训 慕瑶 反了你了 为了这件事 你竟敢跟我动手 都受母慈子相 只有母慈才能子相 妈 我只想好好的抚养他们长大 你非要逼着我们断绝关系 那好 从今以后 你就当从来没有生过我这个女 姚姚 姐姐 我爹 慕瑶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女儿 当年你问婚仙韵 连累我也成了整个海城的笑话 想让我放了她 行啊 你跪下 你跪下 如果我心情好 我就放了她 你休息 你冷静一点 我滚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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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跪下 妈咪 现在 你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 看我笑话 让我丢脸 现在 我改变主意了 我不但要让你跪下 我还要让你当着所有人的命 承认你就是个生性浪荡的人 而且生了这些野种 不知道父亲是哪个哗啦里的流浪汉 坏女人 你别惊人太甚了 否则就算凭着天生娱乐破产 我也要让你穆家变成三流家族 老婆 子不教 父之过 到现在还不知道悔改 给我跪下 老婆你干嘛呀 你别冲动了 他们还只是孩子 老婆 你不能一错再错 闭嘴 你好歹是我老公 怎么这么窝囊 孩子 就应该从小教 不然会跟他们的牛郎老伴一样 长大成为社会的败类 来人 让他们给我跪下 别伤害我孩子 放开他们 别伤害我孩子 放开我 都住手 毕总到 历史集团掌权人历总 闲来求取穆家千金 特意送上聘礼 高涉珠宝生产线一条 玉兰白龙君两匹 成龙配奉玉竹一三套 限量满豪车四辆 夜明铸五颗 万年雪莲六朵 豪华游艇七搜 南山雪莲别墅八套 百亿合同九份 现金彩礼十亿 祝 历总和穆小姐 夫妻恩爱 携手 白筹 我没听错吧 历史集团要求取穆家千金 这么大手笔的聘礼 都购买下整个穆家了 要是我能跟历总大赏关系 不也能废黄堂达了 穆家千金 难道是晴晴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晴晴小姐 难不成 是这个香巴佬啊 历总还真是的 什么时候暗恋了人家 还准备这么大手笔 你还想用天圣 跟我拼个鱼死网破 我穆家 现在有力士集团的投资 你连跟我拼的资格都没有 清清 你真是麻麻的骄傲 还不赶快去接礼啊 走 历总有心了 东西你就留下吧 等等 行性 你不是叫穆瑶吗 历总要求取的是 穆家千金穆瑶 什么 难道这才是我们的爹地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就是啊 他就是一个乡巴佬 毫无规矩可言 举止还放肆 连上流社会的门槛都卖不进 真是瞎你的走远了 历总怎么可能会看上他 不可能 我亲爱听到历总吩咐 要求取的是穆家千金 穆瑶 混账 敢敢挟持我们总裁夫人 好 太好了 我就说 瑶瑶是我的亲生女儿 怎么会碌碌无为呢 竟不知不觉地吸引了历总 穆瑶是总裁夫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穆小姐 请接礼 历总随后就答 定会给您一个最完美的婚礼 婚礼 可是 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历总 妈咪 难道他就是爹地 妈咪 你书役了 忘了我们 为不会你也忘了爹地 爹地 没听说过历总什么时候有孩子 你下诊之前都不打听打听清楚的 我姐姐五年前就跟牛郎乱搞 还生了三个孽种 都是一个不知道穿了多少次的破鞋 历总要真跟他在一起 那头上就是青野草原 什么 没错 我可以作证 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只不过 她是一个乡野村妇 品行不端 为人不正 还喜欢勾散大死 谁娶了她 谁倒霉 难道 真是我听错了 你百分百是听错了 沐瑶就是一个水星洋化的贱人 历总看她一眼都心脏 礼物绝对是送给晴晴小姐的 你少忘她脸上贴金了 沐晴晴就是个假千金 要不是运气好 就占了雀巢 现在都不知道在哪个乡下种地呢 就凭她这眼鞋嘴歪 猪头似的长相 历总为什么要娶你 而我妈命就不一样了 貌若天仙 仙地帅了 甩她一百条尖 小混蛋 我打死你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 可是你也不用给我行贵拜大礼吧 毕竟我是个宝贝嘛 小东西 就给我撕了她 慌慌小心 快抓住她 慌慌小心 有什么冲着我来 都是你养的好儿子 你还愣着戴什么 还不抓紧 让我嫁给了你们总裁 就是总裁夫人 到时候 第一个开除你 我好帅啊 你怎么跟我长得这么像 帅的呢 可惜 你是什么人 赶紧把那孩子给我放下来 花花 你没事吧 妈咪 我没事 这就是我儿子吗 霍杰 真的我儿子了 帅叔叔 那个女人你惹不起的 你就放我下来吧 放心 今天我在这里 谁都别想伤害你们 不是 为什么 她给我的感觉那么熟悉 我从来没见过 黄黄跟谁这么亲近 该不会是我们的爹地吧 我们 以前是不是见过 我们之前 小子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 是穆家仙金 也是历史集团 未来的总裁夫人 赶紧把那孩子抱过来 一种亲定要求 你个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的小白脸 别敢这么跟我说话 您别生气 这小子目中无人 挑衅历史集团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我今天让他竖着劲 你缝着出去 来 你打我干什么 他就是历史的总裁 历寒婷 什么 历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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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历总 历总 历总 历嘛 你就是来厦聘的历史总裁 他一个小白脸 怎么看也不像是历总啊 完了完了 我儿子居然骂了历总 这次真的是完了呀 叔叔 你眼神不太好 帮着我妈咪不要 去娶那个女人 小祖宗 可不敢这么说 叔叔也觉得自己眼神不太好 不然怎么会这么贵 我没找到你了 叔叔 别乱说话 对不起啊历总 孩子们可无遮拦的 没关系 我很喜欢他们 原来您是历总啊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秦秦 快过来见我历总 历总 不好意思啊 刚刚没认出你来 都怪我这个姐姐 带着这几个孽种 在这乱窜 不好意思冒犯了您 贼说聘礼是给你吓的 哦 莫瑶 你愿意嫁给我 让我照顾 还有三个孩子吗 这 历总怎么向瑶瑶求婚了 这要娶的人不是我吗 莫瑶 当着我们的面 也敢勾引你妹妹的未婚夫 赶紧让开 就凭你一个乡下乙丫头 哪里配得上莉总 莉总 你一定是搞错了 你要娶的人 是沐晴晴 我没有搞错 我要娶的人 一直都是你 娶我 可是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没关系 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 哇 来帮我 你叫什么名字 叫 我在丽汉亭 好了 再给妈咪爸爸了 妈咪脸红了 这女人都好了 以后有妈咪 还有姐姐吗 之中的肥肤都不伤 甜蜜的刚刚好 每个相似幸福 各位 跟大家介绍一下 沐瑶 以后就是我的未婚妻 要是再有人不长眼抹黑的 还有三个孩子 就是跟我历史集团作对 丽总 千万别被姐姐骗了呀 婚姻大事就不能儿戏 况且 况且这三个孩子 根本就不适你的 陈教 这种话怎么能乱说呢 反正也把他得罪 那就绝不能让他分身 妈知道 当年 姐姐跟那个牛郎 生下三个野种之后 是妈亲自把他们送到孤儿院的 的确是有这回事 我也可以作证 沐瑶私生活不检点 不仅被老男人包养 而且还经常跟牛郎私混 这几个孩子 肯定不是丽总的 那这么说 丽总岂不成了接盘侠了 原来丽总被骗了 沐瑶可真是大胆 什么谎都可骗 我没有 你不是说你失忆了 你拿什么证据说你没有 你敢给他们做亲子坚定吗 这有什么不敢的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凭什么这么笃定 我的孩子们跟丽寒婷 没有半毛钱关系 莫非 我当年尸身是你设计的 你自己不要脸 做出那种道德败坏的丑事 你还有脸跟别人说 来人 叫医生 不必了 这三个孩子百分百是我的 丽总 您跟沐小姐也有五年没见了 为了确保血脉的纯洁 还是坐下鉴定吗 以现在的医学技术 两个小时就出结果 哇 爹爹好帅 我 我刚经历了感情背叛 我知道 我是沐家的亲 从小在乡下长大 上不了上流社会的台密 我也知道 我还生过三个孩子 生命狼藉 这些我都知道 因为 他们就是我的亲骨肉 什么 五年前 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就是我 那晚之后 我找了你整整五年 可惜命运弄着 直到前几天 我才查到你的线索 沐瑶 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 他才是亲爹地 传说丽总心底有个白月光 竟在这小小海城 这几位 就是丽家的龙子龙女 沐家 这是要一步登天了呀 不可能 整沐瑶她就是一个土包子 只会习做饭 又是处 丽总全是陶爷 怎么会娶她呢 怎么会这样 为我视为累赘的女人 被我当作野种的孩子 竟然是丽总的新金人 我是丽总啊 世界财富之巅的丽总 是我做梦在仰望的存在啊 瑶瑶 丽总既然诚心求婚 这孩子也大 也需要个家 你快答应他 是啊 瑶瑶 这丽总 是多少女人 挤破脑袋都想嫁的男人 你还犹豫什么呀 之前呢 都是妈误会了 你呀 才是咱们沐家 真正的千金 妈 妈咪 不要怂 答应哦 不要怂 我说了不必了 不管这三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只要是沐瑶生的 那就都是我丽寒婷的孩子 丽总 您是高高在上的丽氏集团总裁 怎么能甘心被人戴绿帽子呢 他沐瑶就是一个千人枕万人齐的破鞋 给你暖床都嫌个影 生的孩子又怎么配记在你的名下 你妈谁不配呢 他从小在乡下长大的 若私生活这么干净 你们为什么会宁愿任目前就一个假货座女儿 也不要他 你 这五年来 你靠着我的女人给你写的歌 扶摇之上 永夺三冠 他对你百万千九 忍耐 照顾 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幸福 可你不仅不好好珍惜他 还对他的真心进行践踏 要是没有他 你连男人都不算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 我 丽总 你就甘心替别人养孩子 而且他们几个野种 以后还要继承你们立下的残生 我从来不打你 你是第一个 你刚才叫他什么 我没说错呀 他们几个野种 五年前就应该被掐死了 你叫他们什么 野种就是野种呀 叫什么 小少年 小少子 爹爹好发起我喜欢 这就是 有人护着的感觉 丽总 我这么说也是为你着想呀 立家那么高贵的血脉 难道就让这些非贱的人加入 你的意思是 我的孩子们不配敬立家 那我告诉你 他们小小年纪 一个是商界新贵 创立天圣 一个是天才黑客 号令网络 还有一个更是天才音乐家 手握无数大脚 他们哪一个不比你强 要什么资格指责他们 请教 看来真的是我把你怪坏 总比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还不赶紧跟立总 谈你们姐姐道歉 你就是我们抱回来的女儿 你子里就是乡野村夫 更何况 他们是我穆家的外孙 你怎么能用这种恶毒的语言 来攻击他们呢 爸妈 赶紧道歉 否则 别让我这个妈 内总 姐姐 对不起 你说什么 我没听见 对不起 还是没听见 对不起 我不该冒犯你们 不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记住 没有下次 欢迎公主回家 夫人好 这是黄黄总裁特意从米兰时装中为您量身定据的999套最新限量款 寓意长长久久 这是双双小姐亲手设计的一百零双水晶高跟鞋 祝您一生一世 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 淡淡小少爷买下一座原石矿和一条珠宝生产线 为您专线专供 这些都是送给我的 妈咪喜欢吗 喜欢 晚安 我可真是养了三个好朋友 你们把我的气都抢了 那我做什么 真的不用我帮忙吗 不用 做饭嘛 小菜一点 等着吃就行 我可不能输给三个母孩子 请楼 明不 回来吃饭了 快尝尝怎么样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没想到你历史总裁 竟然还会做饭 丽总 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 做饭 只是我种的有点 最不值得一提的 这味道 怎么样 还可以吧 怎么这么像四季酒店的定制餐 这盘子怎么写着四季酒店 我们没买过这样的盘子啊 是啊 这四季酒店的盘子怎么到这儿来了 肯定是买菜的时候人家送的 这个师父就怎么办 让你买个饭都能穿帮 这个月讲不要了 不在你眼神靠近 只能牵着 你做的菜挺好吃的 下次别做了 省点钱 你干什么呀 遇到点小事就摔东西发脾气 家里有多少东西给你摔 妈 姐姐大声利总也不知道说一声 害得咱们家丢了这么大的脸 这不明白着 没把家人放在眼里吗 那只是她运气好 要是没有那几个小东西 利总看着她 亲子鉴定了吗利总 谁知道是不是利总的孩子 对啊 利总只碰过姐姐一次就对她负责 那我要是怀上利总的孩子 哎 你可不能乱来啊 哎妈 不过是你一手养大的 要是我嫁给利总 那肯定是全心全意的帮扶咱们穆家 不像姐姐 连送出来的聘礼都好意思收回去 哎 这彩礼怎么都拿走了 哎 利总 就算你要娶我们摇摇 这 喂 你的丈母娘啊 这丝丫头 当初就不应该生她 你想怎么做 咱们就这样 利总 这之前 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你 害怕这瑶瑶找不到好归宿 所以做了很多错事 还希望你能原谅我 瑶瑶 古柔至亲啊 你妈这也是关心则乱 关心则乱 心底里还是很疼力 我可以原谅 但仅此一次 孩子们是我的底下 我不容许任何人诋毁她 哎 好好好 一定一定 哎呀 利总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你和瑶瑶的婚事吧 啊对了 还有那个聘礼 最主要的是那个百议合同 你说上次都拿来了 怎么又拿过去了呀 这些聘礼 我可以给你 但具体能得到些什么 得看自己的手气 啊 手气 这里面从零到百 你骗了我都等 你抽到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我这听过抽奖的 我这是头一次听 抽聘礼的 我不想抽的话就算了吧 抽抽抽 抽抽抽抽抽 外婆 你要是几个的话 还是要换女人来抽吧 村姑都能摇身一变成为穆家亲戚 这运气爆棚了 一转比你抽得多 哎呀 我的外孙女说得对 哎呀 静静 要不还是你来抽吧 你手气好 快快快 打开看看 是多少 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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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哎呀 二百五 看来 你的好运气都花在了跟我抢东西上 你怎么咋抽了这么点 还不如我抽 这没有 二百五就二百五吧 这这这只要女儿幸福 无所谓的事 啊 无所谓 哎 立总 我先敬你一杯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来 我先干了 爸 头怎么这么远 难道内疚 瑶瑶 爸给你们定了个总统套件 今晚好好休息一下 啊 孩子们的事 你不用关心了 我带他们 啊 走 孩子们 姐 妈好像喝多了 咱们先带她回去休息吧 瑶瑶 妈做了很多措施 妈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走 今晚外公照顾你们 啊 外公 我先去上个厕所 啊 去吧 那 走 咱们去前面等她 走 二小姐 这是房卡 把嘴给我闭紧了 碧寒婷 你注定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我来吗 瑶瑶 是妈错了 实在是 是你从乡下回来 行为举止 被人嘲讽 妈心里头不舒服呀 你 你陪陪妈好不好 你喝醉了 走 妈求求你 你 你陪陪我 好不好 咱们让开 警察我最灾好了 抓一下马上就能行 你个臭小子 你疯了吧你 拿这么粗的针扎我 想扎死我呀 妈 你在装醉 你这拙劣的演技 真该好好跟沐清清学一学 起码她不会在人前人后 变脸这么快 不过我当时很想知道 你费尽心思拼我下来 到底是要干什么 妈咪 我知道 你快给我走 不然就来不及了 你们不能去 不能去 你们慢点 不能嘛 说要火急 秦清清 我的包好像忘拿了 好好好 我帮你取一下 那你们先过去 马上把总统套房的房卡 给我准备好 我马上上了 就你这样还想爬上我爹地的床 赶紧拖走 是 婆婆 你们这是 烧热蛋蛋 你们干什么开门啊 烧热蛋蛋 妈咪 你和爹地好好享受吧 南婷 你怎么了 好热 热 我去帮你找一下烹调面板 把温度调低一点 等等等等 别过了 还这么还这么外面 双双蛋蛋 快开门啊 别闹了快开门 今天晚上那边就被放了东西 这是整火门烟 什么 等一下 这种事情我不太擅长 我还是给你叫个医生过来吧 他 打 看着悄悄在白眼 他 他 只做用心发现 他 我猜你也想靠近他 他 真的 我牵毛牵手着你 连着 哦 为了爹地发你的幸福 我可是操碎了些 这么捂着不闷吗 你管我 孩子都生了 孩子们害羞啊 哥好好疼疼你啊 难道你试试还另有引擎 你怎么了 我们是 厉总不好了 你拒绝联姻后 老夫人追回国了 欢迎欢迎 恭喜莫总 恭喜莫总 既然和历史集团联姻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谢谢 客气了 你女儿不生不响 就为厉总生了三个计程人 可是天大的富贵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带为引荐历总 这 下个月初呢 我们老爷子过生日 到时候 我们准备风风光光的 给他办一场寿宴 到时 莫总 我女儿 还有三个小外孙 会一并来参加的 那咱们就厚着脸皮 要一张邀请函了 好说 好说 各位慢走啊 好好好 这些人 平时眼睛都长在头顶上 咱们费尽心思 想见都没有机会 现在好了 知道咱们和厉家联姻 一个个的上赶着来 巴结咱们 谁让咱们的女婿 是厉总呢 是时间 请请该回来了 都知道成了没 没事 妈 烦死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 我差那么一点点 就要跟丽总生命煮成熟饭 结果被姐姐截胡了 还把我丢进鸡卷了 什么 这 你竟然想抢瑶瑶的未婚夫 这不是胡闹吗 他聘礼才给了二百五 根本就没把咱们放在眼里 还不如亲戚嫁过去 这也不行 得罪了立总 十个沐家都不够赔的 历史集团有余于史密斯财发家作零 建议于M国皇家庄园举办相亲宴 历史集团总裁与财发家小女儿相谈善欢 相信不日会有好消息传出 这 立总在M国与财阀千金相亲 昨晚的女婿是谁啊 我知道了 她一定是姐姐请来的演员 要不然就是当年跟她乱搞的牛郎 我说她怎么那么好命呢 原来是请了牛郎来演戏 搞干天 这不是立总啊 咱们都被骗了 可是历史集团分公司的副总裁 对她的态度 这也不像是在演戏啊 这还用问 肯定是那三个小野种收买了副总啊 气死我了 难怪这拼才给了二百五 你说她一个牛郎 能有什么钱 幸好昨晚没成功 要不然她一个牛郎 也不知道有没有脏病 恶心死了 哎呀 完了 我 我刚把生日邀请韩送出去了 哎 不行不行 我要赶快收回来 别到时候传的 妈 你别急啊 咱们可以在生日宴上 把历史的高官请过来 当场揭穿她的真面目 这样也好表明咱们的立场呀 妈 你怎么过来了 都快三十了 又不是那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你不能拿狐狸精 抛下了财团的千金的 我再不来看 你还不得一头栽进去呀 她不去狐狸精 她还为我生了孩子的 哎呦 现在 拿着假鉴定 上门的女人还少吗 哎呦 我的头疼 我的头好疼啊 不行 你得给我去美国相亲去 把公司还这事 我先忙去了 你 姚姚 今天我让我加班 辛苦你接下来 你这臭小子 我非得把那个狐狸精 给救出来不可 好的老哥 那辛苦你了 我在家等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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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 阿姨你没事吧 我的腰 腰 我胸 是这个吗 阿姨 你没事吧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 没事 小姑娘 你呀 人傻心美 有对象了没有啊 你呀 救了我 我一定要让我儿子 以身相许 我儿子呀 长得可帅了 还会赚钱 你看 来 不让你看 哎呀 阿姨 阿姨 不用了 那个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们的孩子 都这么大了 能打酱油了 孩子都这么大 还不结婚 那他呀 一定是个渣男 不然的话 你就先见见我的儿子 如果不行呀 你呀 就当个北胎了 哎呀 这姑娘心地善良 总带你那边 不理精强了 哎呀 阿姨 我着急见孩子 我先走了 哎 你的东西 你的东西 哎 这孩子 怎么长得 跟我寒听小时候 一模一样啊 黄黄 我第一次收到 异性的礼物 你说 我回赠爸爸 一个什么好呢 管妈妈送什么 爹地都会喜欢的 那也得符合心意才行啊 你跟爸爸的眼光相似 嗯 你就帮妈妈参谋参谋吧 好呀 嗯 是啊 挺不错的呀 这个 哎 你要死呀 走路不长眼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我那个 跟牛郎乱搞的姐姐呀 你说你带着几个孩子啊 不夹着衣服做人就算了 还出来显摆什么呀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上次的误会 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 咱不是还是一家人吗 外婆 别 谁是你外婆 把你给骗了 也不知道 你是从会所 花了多少钱 请来我的准姐夫 居然敢冒充 历氏的总裁 你 骗我的四斤 真是的 你什么意思 谁是冒充的 是 你看清楚了 历氏的总裁 还正在你国 跟财八千金相亲呢 不日就要订婚 怎么可能来海城 还跟你一见钟情 这臭小子 给这个狐狸精 定制了披肩 他也不告诉我 这狐狸精是谁 哼 我自己去找 他不可能骗我的 这新闻一定是假的 这是我爹地 送给我妈咪的 拖下来 原来是牛郎送的 说感怎么这么好 你真的还说你 你还喘上了 想装是吧 行啊 马上就是你爷爷的寿宴 他如果真的是历总的话 你问问他 敢不敢 什么不敢呢 就算你们不说 爷爷的生日 我也一定会当 你一个从乡下 长大的泥腿子 财情样貌样样不如我 也就只能花钱 雇个牛郎来跟我比 是 我是比不过你 现在还有自知之明啊 行 只要你在爷爷的宴会上 承认那个男人 就是个骗子 我心血还会给你流点颜面 姐姐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我没你这么两面三道 服务员 在哪买单 这边 那不是寒庭定制的皮肩吧 让我去试试他 小姑娘 你这个皮肩真漂亮 哪里来的老太婆 你不求酸味 离我远点 我儿媳妇呀 和你年龄差不多 我想给我儿媳妇 送个见面礼 你不妨 我推着一下 离我远点 阿姨小心 我未来的婆婆 那不说是豪门扩胎 也是举手投足 兼就一呼百应 哪像你 身边那个保姆都没有 莫婧妻 你怎么能对一个老人动手 是你呀 您是 那天路边那个阿姨 是啊 您身体怎么样 好多了 谢谢你啊 你看 那天呀 你把学生正遗忘在路上了 原来是掉在路边了 我还找了很久呢 你看 原来是认识呀 就说嘛 这穷山沟里 就是出亲戚 你以后呀 要知道我的身份 你会后悔的 哎呀 现在有些人说话 越来越大言不惨了 我女儿是金凤 你算什么呀 还想让她后悔 奶奶不是要给儿媳妇 送礼物吗 妈咪 你帮奶奶推荐吧 哎呦 真可爱 要是我的孙儿啊 就好了 那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你看这个包 哎 就这个 不然 来 把它包起来 这个包是最新款的 要六十万 六十万 一个包六十万 它买得起吗 做人做事啊 要认清自己的位置 量力而行 不就是六十万吗 我买了 阿姨 您去收下吧 就当是孩子送您的见面礼 奶奶 希望你的儿媳妇喜欢 哟 这母子俩 人美心善 就不用了 你呀 跟宝贝呀 在这商场商店里随便看 看上什么拿什么 阿姨呀 送你了 你有钱吗 还随便选 我儿媳妇呀 不说高贵典养 也得是品行端正 有些人哪 一辈子都不配 是尊黑卡 只有福布斯排名前一百的人 才会被银行邀紧开卡 这是财富的象征啊 这 有资格了吗 有有有 女士小姐 还有什么喜欢的 我帮您包起来 阿姨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呢 礼物是买给我男朋友的 不好花你的钱 男朋友 不就是一张破卡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 杀卡成功 请收好您的购物袋和小票 欢迎下次光临 看来 咱们还真是看走眼了 这海城什么时候有这号人物了 没关系 只要是跟沐瑶派上关系 迟早会被利家清算 说得对 咱们呢 还是安心办你爷爷的生日宴吧 沐小姐 沐小姐 等一下哦 阿姨 你还有什么事吗 阿姨告诉你啊 这选男朋友啊 一定要对比 有对比 才能比出好坏来嘛 阿姨 你还没死心啊 你看 我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小宝贝 你不介意给你换个爹吧 可是我爹地妈咪是很相爱的呜 总听你啊 听起你男朋友 他在哪工作呀 捡个面总可以的吧 他现在应该在历史集团上班呢 历史集团 我儿子可是历史集团的高管 我可熟了 走 我陪你一块去找他 阿姨 敢抢走我儿媳 看我怎么收拾你 明明你牵我 离开我的儿媳妇 离开我的儿媳妇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我马上离开某游 我才几年没回国而已 公司的业绩 被你们搞得一大糊涂 财务更是逼你烂照 历总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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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我要重整国内业务 在座的各位 要再是酒囊饭贷 就趁着你给我滚蛋 谁手机没关机 总裁最讨厌 开位被打扰 这不明知过犯吗 绝对死定了 谁的手机 李总 好像是您自己的手机 散会 我没野花吧 总裁刚才是笑了吗 肯定是笑了呀 徐特主 谁给总裁打了电话呀 这 这不是万年铁树开花了吗 去去去 好好干活去啊 趁着总裁闷生气 少挨骂 喂 宝贝 喂 我到你公司楼下了 我给你带了礼物 你方便下来拿吗 你第一次送我礼物 就算我再忙也有时间的 我马上下来 好 爹地怎么说 他下不下来呀 他说他马上就下来 儿子 儿子 他们怎么一起来了 不行 我妈对姚姚有偏见 我现在不能露面 这人怎么那么相恋狠挺啊 阿姨 刚才那个是您儿子 对啊 他怎么一见我 就躲起来了 他是不是做了 亏心事了 他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 丽涵 我已经到大厅了 你在哪 啊 那个 我今天突然想起来 公司有点急事 有个紧急会议要召开 所以今天恐怕 不能见你了 嗯 没关系 那我帮你把东西放在办公室 哎呀 公司都是一群操老爷们 没啥好看的 这样 你把礼物放前台 我改天呢 就 带你参观参观公司 嗯 好 他果然不是立宗 他一直在骗我 阿姨 我男朋友今天不方便 要不 我改天再把他介绍给您 他不方便 我儿子可方便呀 我儿子呀 是立室集团的总裁 保证你见了他呀 就把你男朋友给忘了 走 走 我儿子是立宗 对呀 他呀 就是被那个小狐狸心给迷了眼 可我呀 又认准你 走我的儿媳妇 走 阿姨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你个臭小子 是不是张本事了你 你嫌我就躲起来 你是不是 我给你介绍小姐对象 妈妈 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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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公司呢 我跟什么意思小姐 不合适 那个狐狸精就合适了吗 她不是狐狸精 她有名字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不感兴趣 我已经见过她了 那个女人呀 就是个狐狸精 败金的女人 只要我活着呀 休想进我们立家的门 妈 你肯定是误会了 她温柔贤惠 而且 那是在你面前装的 在私底下 都快恶心死我了 你如果呀 真要结婚 妈呢 这有个中意的 不过呢 她就是有男朋友了 还有个孩子 哎 儿子 你听我说呀 哎呦 我告诉你 她可是个好女人 你不就有个孩子吗 说明好生样呀 这娶一送一 多划算呐 什么 爹爹是骗子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 妈咪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都支持你 宝贝们需要一个爹爹 爱吹牛 总被出轨的人渣情 你还听 你真的是孩子们的亲生父亲吗 这不明摆着的是什么 我问你话呢 你老实回答 你问 你真的是历史集团的总裁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你是在怪我 今天因为工作 忽视你 到现在还在撒 孩子们的父亲 分明就是个女儿了 李安婷 我们结婚吧 结婚 就是不提了 我们协议结婚 一年我给你 一百万 你做我孩子的父亲 做好一个父亲 应该尽的责任 做得好呢 有奖金 但是你也别想 从我身边抢走孩子 就于你的背景 你抢也抢不顾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你别装了 我知道 你觉得自己配不上我 所以呢 你花钱过了群眼 可是你要知道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物质 还有 以后不许再勾搭外面 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做好一个父亲 应尽的责任 也不能干出 伤害孩子们心灵的事 否则 十倍惩罚 签字吧 好 我签 这鸭子比风还蛮好看 亲人靠近一点 新娘笑一笑 新郎的手搂一下新娘 对 就这样 我竟然真和五年前的鸭子结伙 老婆 以后请多关照了 做群眼和道具很费钱吧 结清旧账 以后啊 好好做人 太好了 我们以后既有妈咪又有爹地了 哎 黄黄来了 好歹是我爹地 以后别租车了 这辆车我送你了 租车 我 我租车 懂得都懂 我都查过了 你看那些车不在你名下 我很多车的 我几个车屋都停不下 只是不少都在公司名下 哎呀 好了 儿子给你的 你就收下吧 就当提前孝敬你了 想不到我年纪轻轻 就过上儿子样的生活 去查一下 我老婆昨天 遇到了什么人 听到什么事情 她好像误会我的身份了 不是 丽总 您背着老夫人 私下结婚了 嗯 从此呢 我也是脱家带口的人了 怎么样 羡慕 我都能想象到 老夫人得有多爆炸了 老婆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今天哪里不一样 你等着我切菜了 让让我 今天是我们的新婚夜 执政上岗 穿这么少 不冷吗 孩子们就快回来了 穿好衣服 想不得这小子还挺能撩荡 不知道以前勾引了多少福宝 我该怎么办 不反对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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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爹爹妈咪 你们在干什么呢 没什么 妈咪的手指都切破了 爹爹在帮我止血呢 是吧 对 妈咪受伤了 喂 喂 王医生 我妈咪外伤中血 十万火急 二十分钟 赶紧来我别墅一趟 什么 夫人受伤了 严不严重 需不需要担架 可以考虑 你是吧 怎么受伤的 抽血量多大 切菜割的 不血量 大概三毫升 三毫升 你快点来呀 三 我的小总裁呀 你这三毫升 贴个窗可贴就好了 我这年薪八位数 我刚做完三台手术 你一会儿 别人请我都是去救命的呀 我妈咪脸特别红 可能还有内伤 你不来 我就撤资你的实验室 哎呀 哎呀 你们俩快出去吧 我还要做菜呢 快去 快点啊 大孩子走 哎 哎呀 好老公 写一手册 第一条 老婆说的都是对的 如果老婆错了 请参照第一条 要给老婆足够的关心和爱护 随时制造浪漫 你们什么意思啊 一点五百万 你就不要做骗人的事情了 好好做我妈咪的老公 你要是敢背叛妈咪 我就让你和赵之远一样 在海城晃不下去 你们可真有意思 一个给我一百万 让我演爹爹 一个给我五百万 让我扮演好老公 你们就没有想过 我不缺这点钱吗 我明白 男人嘛 这呆死的自尊心 没钱 都得装有钱 哎 老夫人 啊 牧师集团的霍总 直到您回国 特意送来了 牧老爷子生日宴的请柬 望您赏脸 牧家 不就是勾演繁庭的那个 小狐狸精吗 哎 等丽老夫人来了宴会 就能拆穿那个骗子的真实身份 那到时候你可得讨历老夫人花心呢 只要他满意了 咱们牧家还冲冲有发展的机会呢 是你呢 你恰等人来这儿干嘛 怎么 来这儿想找一份保安的工作呀 以后更方便冒充立总 拼你的资质 恐怕命是保安 人家都嫌你不够格吧 就是 妈 我们走 走 厉总 他们好像相信了八卦新闻 认为您是冒充的 要不要我召开记者会 给您澄清一下 不用 他们以为我是个穷人也挺好 省得缠上瑶瑶 你 你是沐天义先生吗 您是 我是你亲家 你女儿呀 不配进我们家门 我今天是来谈 抚养权的 抚养权 我们家的血脉呀 可不流落在外 只要你说服你女儿 能把这个抚养权交出来 你要多少钱 你随便提 您等等 瑶瑶 瑶瑶 你快来 你婆婆来了 爸 怎么了 你 你是她女儿 阿姨 你怎么来了 不会是走过地方了吧 不会是知道 李寒婷包中身份上 能找麻烦吗 瑶瑶 这位太太说 她是李寒婷的母亲 瑶瑶 她说她是厉害 缘分呐 缘分 我今天呀 路过这儿 这是你家呀 哎呦 那你男朋友呢 咱约出来 咱见个面呗 哦 阿姨 这是我娘家 我今天回来取点东西 我跟我男朋友 明天约好了 要带孩子一起去游乐场玩 还有耐心陪孩子 咱们看 还是个劲地 不行 汉特对孩子最为难心了 以后 得督促她多点耐心 阿姨 您看这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 今天晚上 您先回去休息吧 啊 好好好 行 那我们改天见 啊 阿姨再见 这老太太看着 怎么这么眼熟呢 妈咪 我想玩鬼窝 宝贝 你不是害怕吗 我们换个别的玩好不好 不妈 有爹地在 什么灵魂神 我都不怕 那走吧 你们 小小 我们还是不进去吧 我们在外面等你们哦 呦 是你们呢 哎呦 好有缘分呐 哎呦 来 我给我儿子打电话 叫他出来 看看他 未来的儿子和闺女 哎呦 哎呦 真搞不懂了 我又不是没老婆孩子 谁的电话 保险推销的 你要是害怕的话 你闭上眼睛 我带你出去 谁说我怕了 还说你不怕 你把我耳朵都真聋了 我腿软 我帮你 来 看我一会儿出去了 怎么说是那几个小的 走 哎 哎呦 我那儿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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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可帅了 跟你呀 小时候可像了呢 可是我们已经有爹地了呀 哎呦 你那爹地呀 可不靠谱了啊 你看 把你们三个 居然放在外头 自己去玩去了 我那儿子呀 又高大 又英俊 还有责任心 给你们当爹地呀 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 不是的哦 奶奶 是我们让爹地和妈咪 一块去回屋玩的 没错 就是在培养感情 哎呦 这越看越可爱 哎呦 你们三个 是三胞胎吗 是的哦 奶奶 哎呦 我要有这三个孙儿啊 就好了 哎呦 瑶瑶 走 是一宗孟姬 哎 瑶瑶 哇 哇 好劲爆 我是不是快要有 弟弟和妹妹了 这 好大的胆 竟然在光天花日之下 给我抢人 喂 什么 毁断了 好好好 我马上就来 我马上就来 哎呦 宝贝们 看得到儿子呀 把腿摔断了 我得赶紧去 下回带你们玩 我走了 想不到李特太 喜欢搞偷袭啊 你瞎说什么呢 我那是为了保护你 嗯 我弱小无助 就需要我老婆 不一样的模糊 下次你可以这样 多保护几次 你靠这么劲干什么 你还凶了 你还凶了 其他孩子凶 你不是说我儿子出车祸了吗 那人呢 老夫人 您听错了吗 我说的是 我送李总的时候 出车祸了 哎呦 你怎么当上死人特助的 怎么说话 都说不清楚啊 但我找儿媳妇 哎 老夫人 哎呦 医生说 我这手伤得很严重 离不开人 利总啊 我可是为了你牺牲良多 欢迎欢迎 请进 爸 生日快乐 儿子祝您 葫芦东 海兽 彼南山 哎呦 老二 有心了 应该的 生日快乐 老三 爷爷有心了 许老的巨马图 据说上个月 在苏黎市的拍卖行 被一个神秘买家 也千万拍走 这原来 神秘买家是二弟啊 我哪比得上大嫂啊 他说 黎市集团的利总 给摇摇下聘礼 光礼丹就念了半个小时 那个场面大的哟 简直就是能买下十个木架 哎呀 二哥 你说你这破嘴 好端端的提什么利总 谁不知道 大哥和大嫂 被那个假猫利总骗了 聘礼 才收了两百五 老三 你还收我呢 那你还提什么假利总啊 那个卖身的牛郎 还想跟我们摇摇闪婚 那简直就是 海城最大的笑话 姐姐 姐夫人呢 都这么久了 还让我们等他 他不会是不敢来了吧 还真敢来呀 还开个买巴赫 肯定是借小职的 他怎么是空手 我们也给爷爷准备了礼物的 我给你的东西呢 在车上 妈咪说 太老爷对他还不错 这是给太老爷的礼物 我也准备了礼物 爷爷 出此当门 祝您鸿福齐天 千年永续 哦 这不会就是那个三坑两件岩大红袍吧 五一岩茶 稀有品种 这在市面上都是有价无市 像这一大盒子 最少也得几百万 女婿有心了 他不是个冒牌货吗 他会买得起这么珍贵的大红袍 哎 这孩子也不像你们说的不知敬畏呀 姐姐 你为了让姐夫拿得出手 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请求你什么意思 这 不会跟他的身份一样 都是假的吧 这百分百是真的 这确实是真的 不过 这不是姐夫买的 姐姐 你以为你让你儿子 为你老公准备礼物 这事大家都不知道 靠完女人靠儿子 简直就是个废物 我们都是一家人 谁买的重要吗 谁送不是送 那怎么能一样 连礼物都买不起 还满嘴谎话 凭什么敬我牧家 谁说我没准备礼物 这个才是我真正的礼物 这个才是我真正的礼物 大家都送名贵的礼物 你送个破药包 你真是诅咒爷爷啊 你 穆扬 你什么意思呀 今天是你爷爷的寿宴 你就让他带这么晦气的东西来 我知道爷爷身体不好 所以我才特意 请了国医圣者 新配了特效药 无病强身健体 有病药道病除 国医圣手 那可是历史集团的历总 天价资助的神医 据说别人请他一服药就得上千万 他会屈尊降贵 给你配药 笑话 你不会是以为我们孤了华文 又想冒充历子 到这招摇撞骗来了吗 我本来就是历史集团总裁 何须冒充 我听记者说 那历总在米国相亲呢 你竟敢大言不惨 爸 这孩子 我们又不嫌弃你身份敌威 赶紧给爷爷认个错 爸 爷爷 寒天他没有撒谎 新闻是旧闻 他为了跟我结婚 早就把那个财发千金放鸽子了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这个药呢 它确实是国一胜手 千配的 爷爷如果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让他亲自过来听听马 来 丽恨婷 爷爷平常对我挺不错的 爷爷 这个药呢 确实是助您身体健康 成名百岁的 但是 这个茶叶 才是我们送您真正的寿礼 我摇摇流落在我里 这毕竟是我的孙女 这孙女婿 钱多钱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品药好 爸 您教学的是 要不大伙 咱们进去吧 大家都知道你冒充了一种的事情了 待会儿进去 我帮你好好周旋周旋 你可别再乱吹牛了 我本来就是历史集团总裁 我本来就是历史集团总裁 他们如果识相当 我不记忆可以在这好好吃完这顿蛋 但是如果他们 难道在那个地方上班 还把脑子上坏了不成 走 四鸭子嘴硬 蒋蒋 接力老夫人的车到哪儿了 已经在路上了 还要半个小时就到 我真想看看老夫人来了之后 拆穿她的身份 还跪地求饶的样子 老夫人 邀请您敷衍的车队已经到了 请她那个德行 她想嫁给我儿子 李寒婷想让我给她撑腰 我非得拆散她这个婚姻不可 妈 这里是送礼千万才能做的地方 那是送礼五百万才能做 这不让做那不让做 既然正不欢迎我们来 当初为什么特意要给我们发请简 发请简 是为了让她认清自己的位置 你是我女儿 这里可以随便做 至于她 连个像样的礼物都拿不出来 她呀 只配到那儿蹲着去 妈 你别欺人太甚了 刚才的大红袍 不是已经展示我们的成因了吗 一个牛郎 不知道赔了多少付 我可不想以后被人指着鼻子骂 说我女儿跟她共用一个女儿 难道你们牧师 寿宴的错 是按照送礼的价值的高低来办的 自然 爷爷身份尊贵 咱是价值越高 越能亲近 那我送给老爷子的可是健康无价 岂不是能做到你头上了 放肆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冒充力走也就算了 现在还说出这种打你不到的话 实在是罪无可恕 丽老夫人马上就要到了 等她到了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妈受我教过了 我会遥遥已经结婚了 双方的成位就该见了 笑话 老夫人明明是我跟我妈亲自去送的邀请函 还你请来的 你的面具是戴酒的 自己都摘不下来了吧 丽老夫人的身份何等的尊贵啊 又长期身在海外 就连海城的首富见她一面都难 更何况是你的 你要再胡说的话 我也救不了你 救什么救 谁说她没见过了 丽老夫人让我做儿媳 她作为我的老公 她不是丽总 那还能是谁 丽老夫人很喜欢晃晃 待会她来了 我厚着脸皮求她别拆穿你 你别再给我惹事了 姐姐 你是被她灌了什么离婚汤呀 这个时候还在替她说话 如果她真的是丽总 那你们闪魂的消息早就轰动全场了 为什么现在新闻都没爆出来 上次呀 我见她在立市集团 应聘团 堂堂的丽总 会在自家公司开大门吗 她 她那是为了体验生活 放屁 牧师集团院内引入了新的合作伙伴 拿下了东山军安项目 获得了望月资本的青睐 准备进军海外市场 而且刷新了单日成交总额的记录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不仅拿下军安项目是绝密的 就连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要是没人泄密的话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 传说中 军安项目背后的资本 是立市集团 难道你真的是 不可能 立市集团有机会逐渐将产 中兴传于推国内 所以 军安项目 是首个重点 军安项目价值千亿 我们牧家随便沾点光 恐怕都能获利上益呀 若说要 真是胜手所开 那 那这可是价值千金哪 哎 你看看 看看 哎 哎 哎 老婆你干嘛呀 这啊 这可是价值千金的良药啊 狗屁良药 丽老夫人都已经开了新闻发布会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立总将要娶别人 他怎么可能是立总啊 大家看 立总已经有了心仪的结婚对象 立老夫人非常的满意 与牧家只是正常的合作关系 并非别一 差点就被你给骗了 真不知道你是从哪儿买的那部消息 竟然敢扯贪天之能 哼 臭小子 骗人骗到我牧家头上了 害得我们空怀起一场 哼 早就听说 这小子有妄想症 没想到 连瑶瑶也被蒙在鼓里 好好地受验 真让你们给搅和了 瑶瑶 马上跟她离婚 我们牧家 可以养活一个吃软饭的 但是绝容不下 一个亲上瞒下的骗子 哎呀 爸 这女婿啊 不是故意的 以后咱们好好交就是了 还不赶紧道歉 不过只是一段新闻发布会而已 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等我妈来了之后 自然就真相大本 死到灵头嘴还硬 你非逼着我们亲子跟你动手 爷爷 对不起 不管丽寒婷是什么人 她都已经跟我结婚了 她就是孩子的父亲 我是不会放弃她的 这么说来 你是知道她是个骗子 何着你明知她是骗子 你还把她带来爷爷的宴婚 你是什么居心啊 怪不得 丽老夫人答应来参宴 这恐怕是兴师问罪的吧 苗鸭 你再也不跟她撇清关系 不仅是你 我们整个穆家 都会惹上贪天大祸呀 丽老夫人那边 不自会去说清楚 看来今天这顿饭是吃不下了 爷爷 祝您生日快乐 我们先走 你 你 站住 站 我爸 爷爷 走开 爷爷 爷爷 这样都是你害的 你就是个罪人 韩医生 我爸怎么样了 老爷子的病 我怕是治不了 韩医生 您可是远近闻名的神医 连你都说不行了 那我爸 韩医生 一定还有办法的 你再想想 倒不是没有办法 传说 圣守神医 有活死人 肉白骨的本事 如果把他请来 为老爷子治病 恐怕 可以起死回生 但是我听他说 拿了历史集团的 医药投资 最新做医学研究了 不问外事 韩医生 你看看这包药 我姐夫说 这是出自 圣守亲自配制的 圣守亲配 必定是神药啊 什么神药 这就狗屁假药 万一是死人怎么办 韩医生 你快鉴定一下 看这个药 到底能不能治老爷子的病 哎呀 见得个屁呀 他就是个骗子 这药肯定是在路边摊买的 这药让爸吃了 恐怕就得给爸 准备后事了 老爷子让你和瑶瑶离婚 你怀恨在心 就想害死他是吧 我相信令韩医生不是这种 这药到底有没有效 还请韩医生尽快见底 我看你是被这个男人洗脑了是吧 爷爷对你这么好 你就看着这个来路不明的骗子 害死他是吗 妈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就别再说了行吗 行 行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把这个骗子抓起来 如果爷爷真的病症 那么这个药 就是唯一能救爷爷姓们的方法 而你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 我倒是想问问你 有什么居心 好啊你 害人不常还倒打一耙 今天要是不教训你 真当我们牧驾软弱可欺了是吧 等等 韩医生 你这是干什么 莫非这药 来人 赶紧把这个药拿去煎服 为老爷子服用 这 韩医生 这个骗子疯了 难道你也疯了吗 怎么能让我爸 吃这路边菜的三无假药呢 造孽 这么好的神药 你们竟然认不出来 还把它丢在地上 什么 这 这真是神药 你肯定是搞错了 这种路边菜的三无假药 怎么可能是神药 老夫在医学界 纵横三十年 岂能认不出良药和假药 这药分量重且精准 而且相生相克 老夫平生未见 这是百分之百的神药 如果这个药 治不好老爷子的病 真的给老爷子准备后世了 这 怎么会是 难道 他真的是 这药是否有效 老爷子服用之后 一看便知 我告诉你 老爷子要是喝了这个药 有什么三长两短 信力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就不信 一个装枪做事的骗子 能让圣手给他开药 我倒是希望这药是真的 老爷子就能脱险 老爷子 您感觉怎么样啊 我 爷爷 爸 爷爷 就说他是个骗子吧 木耀 你真的要害死你爷爷了 完了完了 今天这寿宴 怕是要变成桑宴了 来人 立刻报警 住手 爸 别说 我这胸口 这堵的一口气 一下子顺畅了 舒服啊 这药真是神了 好啊 您只要定期服用 满急 自当药道病除 李先生 您真的认识圣手神医 能否帮我 引荐一二呢 那当然 我就是家猫碰上四号 就是 巧合而已 俗话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他这么一个骗子 引荐的肯定就是个骗子 就是 不懂目睹不好了 立老夫人来了 老夫人去了老宅 听说老爷子生病了 就赶来医院了 完了完了 立老夫人肯定是来算账的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把他抓起来 向立老夫人表态 你们就没有行 他是专程来找我 还有他未来 光明 新闻都已经放出来 而且是立老夫人 亲自放的消息 不可能和穆家联姻 快动手啊 谁敢冒充我的儿子 立氏集团神秘掌权人 立老夫人 还真的来了 怎么 面子可真大呀 你是立老夫人 放肆 立老夫人 岂是你们这些人 能支持点点呢 立老夫人 你来得正好 正如你所见 这里有人冒充立总 还有这个女人 既然公然说 是您的儿媳妇 你一定要拆穿她呀 一定不能丢了 立总的面子 姚姚 你终于想通了 要跟你的老公离婚 做我的儿媳妇吗 儿媳妇 阿姨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 冒充立太太的 是我老公她 老夫人 您听见了吧 她承认了 她老公就是冒充立总 冒充我儿子 你之前不敢和她离婚 是不是害怕她 厚服你呀 孩子呀 别害怕 有阿姨呀 比你成要 立总向来低调 谁这么大的 敢冒充她 立老夫人 就是她 那个 妈 妈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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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她妈 你是阿姨的儿子 那你岂不是真 真的立足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的身份 是你一直不相信吗 我儿子 是你老公 那 那个黄黄 那他们 就是我的孙子 和孙女了 我要生气做奶奶了 你个臭小子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老要是你老婆呢 妈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 只要 有你一口气 她就 哎哟 这不是我认错人了吗 我还以为你认的是 沐家的 那个前进呢 这也没有人告诉我 这沐家 还有两个前进呀 阿姨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的 这英雄 不问出处 阿姨呀 就认定你了 那个 妖艳贱货 休想爬到我们 丽家的大门 这个呀 是我们丽家 送给儿媳妇的信物 今天呀 就交给你了 阿姨 这太过重了 我不能收 哎呀 你没看上他吗 那我得给你充满一个咯 不是我 收下吧 你要是拒绝 妈这会送你更贵的 那谢谢阿姨 还叫阿姨呀 谢谢 妈 哎呦 哎呦 这可 怎么办 我 我出来的太急了 没有的 该口红包 我下次呀 一定给你补上 我可能 假的 一定是假的 你肯定是他请来的演员 放肆 就凭你也敢质疑老夫人 我本来想看在你们几位长辈的范儿上 想多给你们几次机会 但是你们既然如此得寸进尺 那军安项目 就不必再给你 这 这 取消与牧师集团所有的合作 货总不好了 军安项目负责人突然毁约了 我跟前妻投入的巨额资金作废了 什么 毁约 你 你真的是立总 那个 执女婿 不 立总 我们错了 我还有眼不识泰山 求您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集团 不能死是军安项目 是啊 我就知道女婿是一表人才 肯定不是那些盈盈狗狗 瑶瑶 终于是古今干来了 我这人向来人尽我一致 我尽人一丈 既然各位如此得分尽职 那就还请各位 小心点上 我儿媳妇呀 心软 可我这老太婆 眼里呀 揉不得半点长 以后啊 都给我小心着点 尤其是 儿媳妇 妈今天太高兴了 我们离开这个晦气的地方 走 妈带你去吃好吃的去 小心 丽总 丽总 大嫂 你也真是的 连自己的女婿都分不清楚 害得我们大家跟着吃瓜辣 不是 我也不知道 她居然是真的 这么多年在公司养尊处优 连点基本的敏锐性都没有 而且把孩子教育得一团糟 从现在开始 公司的事不用你管了 什么时候把孩子管就好了 什么时候再回来 爸 我 爷爷 对不起 别哭了 成天哭哭啼啼的 你看人家摇摇 从小地方一步一步走来 经历了那么多挫折 也没见成天哭哭啼啼的 不要 不要 我要杀了你 你居然真的是高高在上的利索 那我当初说要拿钱包养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我想笑 冤枉 我是真的觉得你很可爱 哎呀 你要是真是冤枉的话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是不是怕我贪你的钱财 缠着你 我爸爸等你缠着我 最好是一辈子你离开过 那 那当初 我去历史集团的时候 你为什么总躲着不见我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我不止一次说过 我就是历史集团的总裁 你什么时候信我 精灵 我怎么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精灵 快快快 扶我出去 李总 太太 你们继续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那个 我去趟洗手间 小哥哥 你长得好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可以嫁个联系方式吗 我结婚了 只是想认识一下 没有什么的非分之想哦 老公 这是你朋友吗 我认识 走吧 上卫生间里上那么久 妈都疼极了 看来 我老公魅力不小 吸引了不少小姑娘 能被你开除认定 那就专属的 少处 历史阶段总裁环境界 你与神秘卫会接近婚 不是将取范盛道婚礼 原来我们都搞错了 爹地真的是李总 小丑就是我自己 太好了 我还担心 他是搬着妈咪的钱来的 现在又有钱又帅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不对 正因为爹地有钱 肯定有很多女人想接近他 所以我们要为妈咪把关 实地考察 坐 李总正在开会 您稍等一下 我先去忙了 好 你们非拉着我来 李氏集团干什么 汇报妈咪 检查完毕 爹地的休息室没有女性用品 洗手间也没有女人的护肤品 看来爹地还是洁身自好 算一个合格的老公 就算爹地真有什么事 也不可能在办公室啊 厉总 我是市场铺的娜娜 来给您送文件 夫人 这想必就是小少爷和小小姐吧 小少爷真可爱 我一见就觉得特别亲切 别摸我头 发型会乱的 李总去开会了 你把文件放在这儿吧 夫人 我听说 你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 从来也没有接受过 上流社会的教育 李总那么优秀的人 能站在他身边的女人 那一定是名媛淑女 您觉得 您算吗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 但你肯定不是 你 李总那么优秀的人 大家都在猜 未来总裁夫人到底是谁 真没想到 是你这么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呀 所以 你是嫉妒我得到了 你得不到的男人吗 我 嫉妒你 李总 他不过就只是玩玩而已 说不定要过两天 就没兴趣了 可是我们有三个孩子 这怕是你光速追都追不上的 夫人 我不知道我是哪句话说错了 惹得您这么生气 我刚来公司 真的很珍惜这份工作 你不要给我穿小鞋 怎么了这是 李总 您别怪夫人 是我不小心说错了话 才惹得夫人这么生气 还不是 是这个女人挑战妈咪 小少爷 我知道你们像这夫人 但是话可不能瞎讲啊 我在公司向来都是锦小胜微 连句说话都不敢说进去 我们才没说下话呢 我听说你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 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上游社会的教育 李总那么优秀的人 能站在他身边的女人 那一定是名媛输女 您觉得 您算吗 李总 你听我解释 李总的桃花还真不少啊 我老婆和孩子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了 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了 集团不需要在背后嚼舌根的缘故 李总 李总我错了 夫人 夫人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好不容易才得来这份工作的 那你为什么不珍惜呢 我 谁怕中 啊 把这位女士请出去 哦 李总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爹地 跟我可没关系啊 都是由人事招待 哼 你要是做了对不起妈咪的事 我们就把妈咪带到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啊 你们爹地啊 帅气有多精 被人惦记反而说明他优秀 倒是我谁的肥猪都吃 那岂不是 显得我太小心眼了 走吧 回家 嗯 嗯 哎 不好意思啊老公 车上坐不下了 辛苦你打车回家 嗯 我可以当司机啊 开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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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李总 夫人都生气了 您还笑这么开心啊 你懂个屁 那这吃醋了 吃醋了 能笑这么开心啊 单身口一看就好了 她会吃醋 说明她在乎了 通知下去 以后不相关的女职员 禁止进我的办公室 回着立刻辅助 是 老婆你就让我进去吧 这么多年我身边也没有女人 你说有没有那种可能啊 那些人都不是你的菜 万千成菜 我只喜欢你 情话张口就了 这多少人要说过 我是心直所向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哎 今天晚上你去派孩子们吧 我要休息了 她们有没有人来说什么 吃醋了 在一天 嘛 全是 了吗 干什么 我 全是 真的 我 跟你 我 我 砦 我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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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人已经给你送到了 千万记得要怜香西域 你别走 你说你在县下待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回来跟我抢 放心 我已经给你找了最好的牛郎了 慢慢享受吧 啊哈哈哈哈 小美 别动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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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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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别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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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做个梦了 我好像想起一些五年前的事情 你想到什么了 那天晚上 我好像是被人陷害了 不对 你怎么在我床上 你怎么在我床上 嗯 我也不知道 我一睡醒 就在你床上了 有没有可能是某人 半夜 梦游 邀请我上桌 你才梦游 李安婷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五年前 我真的遭人陷害 孩子们不是你情商的 你会不会嫌弃我 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那就是会嫌弃我 傻瓜 我只怪自己没能早点找到你 洗澡去了 你对我这么好 我也不能让你失望 帮我做个亲子鉴定 目前我们的账 也是时候该算算 妈 历史集团把我封杀了 我现在在行业内名声都臭了 还有你也被爷爷提出了集团 那以后谁还记得沐家 有您这样一位龟太太啊 那我呢有什么办法 那个死丫头把我的微信都拉黑了 晴晴啊 说到底还是咱们脸皮薄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咱们以后啊 要好好反省反省 妈 你怎么这么没骨气 行 你软住 那我自己想办法 晴晴 你不用去休息这样 看这么上位 喜报 历史集团总裁即将大婚 新娘身份成迷 据知情人透露 二人五年前相识 已育有二子一女 都过去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出来 那人生啊 直接一次婚 那是婚纱 肯定是要慢慢试了 李总 太太换好了 哇 妈咪好漂亮 不要 那我找大了也要穿这么漂亮的裙子 这真不愧是我认定的儿媳妇 上小子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接你的新娘子 礼服好看吗 礼服好看 任何 你是我家的最美的新娘 是梦里有过的空间 一路逗逗转转 来到目的地 这是 我见她的第一眼睛 我风吹到底 这我不是全都是你 当我的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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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说 她要两个亿呢 你看 两个亿 让我仅不是带了一套行走的不断铲 李总和太太能参临呢 简直是天后之后 等等 沐瑶她不配做李夫人 怎么啊 又不是你 上次沐瑶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吗 你们是来捣乱的是吧 李总 我今天来 是帮你挽回损失的 你什么意思 沐瑶 是我听你说 还是你自己说 我有什么可说的 趁我现在心情好 最好从我眼前消失 李总 你娶沐瑶 不就是因为她给你生了三个孩子 那如果这三个孩子 生父另有其人呢 这黄黄呀 长得跟我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 他就是我们李家的孩子 长相相似之人何其多 我给李总跟三个孩子 做了一份亲子鉴定 结果就在我手上 之前就听过谣言 说沐瑶四上窝不怎样 跟不少野男人都睡过 不可能 不可能 姚姚 姚姚不会骗我的 孩子的生父 就在这儿 你是叫黄黄是吗 我是你爹地啊 不 你不是我爹地 我的孩儿啊 我可真是你们的亲爹地啊 姚姚 你怎么能为了继承丽家的财产 狠心让孩子们都不认我的 姐姐 财产固然重要 但你不能抹杀了他们的父子之情啊 你说我的孩子是他的 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亲子坚定都在这里了 难道你还想否认 你以前都叫我好哥哥的呀 五年前我们一直缠绵恩爱 难道你都忘了吗 这么说 你是很了解我了 那是当然 我知道你大腿内侧有一颗红痣 你胡说 像你这么肥多大耳的男人 怎么可能生出我们三个这么可爱的宝贝 如果他真的不是你们的父亲 那又怎么能知道姐姐的隐私呢 我知道我比不上你 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我不求你能跟我在一起 但我求你把孩子们都还给我 他们毕竟是我的血脉啊 瑶瑶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他是匪方 不要 你说什么 你不认识我 行 你行 你真行 我本来还想给你留些脸面 既然你无情 那就别怪老子无业 各位 这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拍的亲密照 那就让大家都看看 我们在沙发的时候 你到底有多骚 还真是机密照 没想到沐小姐看着清纯 实际上玩这么话 只要坐实了你水性洋花 我看你怎么嫁入好难 李总 您看到了吧 他压根就不是你想的那样清纯 这孩子就是我的 孩子就是我的 你和瑶瑶一定会有 你们自己的孩子 我求你别抢走我的孩子 孩子呀 快跟爹地走 我们才不是你的孩子 快走啊 哎呀 我去你这孩子敢咬我 你口口声声说 他们是你的孩子 父子相认不应该是很感动吗 你怎么舍得打他们 我 我 韩天啊 你怎么说 他 他在撒谎 我老婆跟我在一起 什么就是第一次 你可真是 见官子 落泪啊 来人 李总 那事情都已经过去五年了 你又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姐姐身边 保不齐孩子就不是你的 还是做个亲子鉴定更稳妥些 做亲子鉴定的 是最快的证明瑶瑶的清白 那就做一个吧 除非是有人心虚 不敢做 亲子鉴定我早都做了 老公 你真心待我 我定不会负你 这就是真相 是我的孙儿 都是我的孙儿 你们胆大包天 竟敢污蔑我丽家的少夫人 怎么会 怎么可能 是伪造 这份报告是我让徐特助半个月前去做的 我跟了李总十年 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人 背叛了 就算是亲生父亲 但是 这个男人跟你姐姐纠缠过 也是是是 这些照片都是铁匠呀 我腿上有致 有不少人知道 至于照片 现在技术那么发达 谁知道是不是平 你说你跟我在一起过 那我问你 我腰上有一块胎记 是在左侧 还是右侧 在 在左侧 你确定 下看什么 说 我确定 就是在左侧 我们好得那么久 我记得很清楚 胡说八道 我的腰上根本就没有这次 什么 不可能 那老公你来说 我腰上有没有胎记 我老婆附入宁吃 面如胎记 连毛 哪来的胎记 我就说 爹你比你高 比你帅 还比你有钱 体力还好 妈咪怎么选你不选她 原来又是污蔑 我随便一扎 你就原形毕露了 说 是谁安排你来污蔑的 说 是谁派你来污蔑 我 你可以好好回答 立水集团的权威 可不容想去 那时间过了那么久 我忘记他身上的特征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李总 这个女人 真是我以前玩剩下的呀 配复李太太的呀 把她双手双脚给我打断 送起局 敢污蔑 李寒庭的太太 我让她老太 不要姐 救我 救我呀 你叫我干什么 又不是我支持你的 我跟你说 你得罪了我姐姐 我姐夫 别说你 你的家人都会受到危险 等等 姐姐 我早就看那个男人 才没熟眼了 但是他心事淡淡跟我说 我才带他过来的 谁知道他都在 姐姐你 我妈当年几生了我一个 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 瞧我姐姐 我可淡淡的意思 你 你要干什么 既然你来抹黑我 让我和我的孩子都补不下去 那我就废了 不要 那你说说 是谁派你来诬蔑我的 我 我说 我说 是沐晴晴指示我的 你信口词光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沐小姐 天地良心呢 五年前 是你给沐瑶下药 让我去毁了她的清白 但是她太狡猾了 她把我砸运以后 她就跑了 我 我担心收不到尾款 所以我就一直没告诉你真相 五年后 你又嫉妒她嫁入豪门 你让我拿着假的DNA报告 去破坏她的婚约 这可都是你让我干的呀 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呢 你血口配人 我根本就没有 姐姐 姐姐我一直都很尊敬你的 就算咱们之间 有一些什么小摩擦 但是咱们还是一家人呀 我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肯定是她收了别人的钱 来诬陷咱们几个关系的 吴庆庆 老子早知道你会抵赖 我有证据 我当了沐家千千十八年 她凭什么跟我抢十万块 睡了她敢不敢 当然敢 有钱赚还能睡你 这样的好事上哪找 沐小姐 李总 饶了我吧 罪魁祸首就是沐庆庆 我就是被她当枪使的呀 他诈谎 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做 这个路易是伪造的姐姐 我根本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也很想知道 你抢了我的人生 当了十八年的亲戚 还差点把我害得跌入深远 你为什么还要再一而再地伤害我 我没有 别装了 我都想起来了 五年前 我是喝下了你递过来的那杯酒 才失去了意识 你都想起来了 知道吗 我恢复了记忆 所以看你 就像在看一场红子戏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你 实在是最恶事 下半日子 你就去监狱忏悔吧 不要 不要 要不是摇一 你还想农村种地呢 你抢了她的身份 放占了她的荣光 你还想毁了她 我怎么没见过 你这么不要脸的女 饶了我 饶了我吧 住手 都住手 住手 都住手 瑶瑶 琴琴她知道错了 就放过她吧 她要来坐牢的话 这辈子可就都毁了 你知不知道她差点毁了我的一辈子 如果当年我遇到的不是李寒婷 而是她 妈 我跟孟婷婷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呢 琴琴是做了所有的错事 你已经养了她这么多年 我 琴琴 琴琴 快跟你姐姐道歉 求她原谅你 没有 我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有什么错 既然当初抱错了孩子 那就一错再错 这辈子都错下去 她为什么要回来 这都是她逼我的 琴琴 你 你不要 这是做什么呀 你不要冲动 你放了我 别过来 沐浅浅你先冷静 别别冲动 你听你说 这是你跟我之间的恩怨 跟妈没有关系 北方喝给我下药 就算是坐牢 也判得不重 但是如果你挟持妈 造成故意伤害 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别在这假惺惺 还不是因为她从小就教我 让我做一个沐家的好千金 要不然为什么 你一回来我就自乱站脚 你不错不不错 你现在还有心 我回不了头 在她眼里 只有能为沐家带来利益的 才是好女儿 而我什么都没有 我有什么 在她这 她根本就不爱我 什么都没有 我有什么 在她这 她根本就不爱我 不是的琴琴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不爱你 你只爱你自己 你们要是想让我放了她也行 给我准备一架直升机 还有一个印 要不然 都别放 好 我现在就让李寒廷就给你准备 是 李寒廷 你娶了她 她一个被人睡烂的女人 你同你一天清清草原 你根本就不是男人 把他们两个送去警局 放开我 不要再出来了 饶命啊 李总 饶命啊 我是无辜的呀 我是无辜的呀 瑶瑶 对不起 是妈不好 当初要不是妈便宜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 我还要筹备我的婚礼 就不陪你了 我打电话让爸来接你 不用 我自己走 老公 我们继续试礼服吧 好啊 宝贝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都有我 还有我 还有我 在新歌 与此再槂 有些事 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